2月16日国际金价占稳1310美元每盎司一线 相比半年前的1160美元每盎司 涨不达13% 近半年来 国际黄金价格涨势明显 随着国际金价不断走高 再加上刚刚过去的春节及情人节 双节消费旺季驱动 近期不少黄金卖场也迎来销售刚潮 实际上 中国大妈抢购黄金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引人关注的是 在黄金市场疯狂买买买的并不只是中国大妈 还有各国央行 比如大买家俄罗斯 仅2018年一年 俄罗斯央行增加黄金储备275吨 成为全球第六大黄金储备国 休亚利央行在2018年出现 32年来首次增持黄金 而在2018年12月之前 中国央行已经26个月没有增持黄金 除此之外 澳大利亚 德国 土耳其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印度 伊拉克等国 也没写着 都是榜上有名的买家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报告 2018年全球央行官方 黄金储备增长651.5吨 同比增长74% 创下全球央行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购买粮记录 福布兹的财经撰稿人说 各国央行最近的黄金购买行为 可能是与贵金属有关的最总人听闻的故事 因为自1971年以来 各国央行从未购买过这么多黄金 他们为何狂买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解释称 全球贸易关系紧张 以及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 导致整个金融市场波动 得益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 各国央行开始大量团积黄金 今年1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布对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营估报告 将其增速由3.8%下调至3.5% 这也是近三年来的最低增速 其中融资环境收紧 贸易不确定性增加 英国应托欧等风险被认为是经济下行的处罚因素 俄罗斯一位基金经理曾说到 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很简单 当对贸易战和放慢加息感到害怕 而其他市场有出现波动时 他们就会奔向最后一级资产黄金 也有专家称 近年来美元霸主地位有所动摇 各国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加 各国央行主动增持黄金 实际上也是对全球汇率混沌状态的积极回应 另外美联储暂缓加息也是黄金资产 在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如此看来 众多央行纷纷增持黄金 是对当今经济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战略对冲 各国对未来前景的担忧支撑了对贵金属的兴趣 然而 虽然不同国家对黄金抱以同样的热情 但黄金为何吸引各国央行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世界黄金协会市场资讯主管举例称 印度增加黄金储备是为了对冲波动的货币 匈牙利表示是因为黄金的对手违约风险较低 而俄罗斯是在实行一个去美元化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西方国家在黄金市场占有相当大比重 但在最近几年里 推动央行购买黄金的主要是 俄罗斯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等新兴经济体 有分析认为 新兴经济体之所以大量购买黄金 主要是想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去美元化 防止美国利用美元对自己薅羊毛 寻求储备多元化是这些购买的主要动机之一 许多国家的央行希望通过购买黄金 来减少美元的持有量 新兴经济体大量买入黄金 到底能够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这还要取决于黄金的价值是否稳定 那未来黄金价格走势如何 是否会出现大幅波动 金市能否迎来牛市 自去年10月 黄金价格就启动新一轮向上行情 近期金价上涨更是呈小福加速势头 业内大多观点认为 在目前背景下 金市有望迎来大牛市 今年可称之为黄金年 由于美国减税政策刺激作用的减弱 以及依然存在的全球贸易冲突风险 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的绝对优势 将转变为相对优势 美元指数可能出现下行 而利好黄金价格 同时美联储加息进程可能提前结束 这也是金价上涨的催化剂 一直以来 黄金与美元存在反方向变动关系 当美元走强 金价走弱 反之 当美元走弱金价走强 而美联储此前已表示 2019年将放缓升机的态度 美元转弱 也牵动黄金走高 加拿大皇家银行就预计 今年金价将走高 第一季度可达到1333美元每盎司 法巴银行也表示 预计今年黄金金价1330美元每盎司 明年货将达到1415美元每盎司 预计随着各国政府货币政策温和化的跟进 黄金资产市场应该是一个持续升温的过程 中期看 诺美联储将机节奏确认放缓 2019年一季度金价大概率会见到1400以上 长期看 黄金很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 挑战2011年的历史高点 而且不排除后期会创造新高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